复理香农会在农粮署东区分属的知识协助下 近几年来积极开发以青梅为主体的创意商品 提供消费者更多元的选择 也结合了在地观光休闲资源 扩大产业的附加价值 酝酿多时的青梅系列附加产品 也在今年以森酿品牌全面行销 总干事张素华表示 分享复理农产的美好滋味 森维亚森维的青梅气泡饮 甜脆的青梅在大地餐桌上 让每一位游客民众品尝得到春天恋爱的美好滋味 不过复理香农会不仅止于此 最美好的梅 森酿 以复理香在地有机生产的青梅原料 加工制作的蜂蜜五子梅肉 冰梅片以及台湾梅片等等 现在复理香农会正式以森酿品牌 全面行销推广 森酿的名字就是森林酿造 森林酿造我们今天也有亲自去走访我们的梅子园 我们的梅子园都是在山坡地上 所以都是在森林里头 那我们主要推的就是我们复理农会的经营核心里面 叫做与大自然和谐共存 所以我们这森林的这些重新谱化这些梅树 我们还是坚持一个原则 复理香为花莲青梅最大产区 载重面积约有100公顷 主要是以丰南、永丰以及罗山为主要产地 而受天候的影响年产量上下起步变化 不过平均都在百万吨左右 而至于70公顷面积的有机青梅园 平均也有50万吨的产量 而除了梅农、自产、自销 也透过农会和西部密建企业厂商起者收购 主要就是说我们也去做了四年有机的梅子 还有包括我们的梅子辅家活动 还有包括我们在地的梅农 还有我们的这些农村妈妈们 他们很会做梅子的加工品还有腌制品 当然他们自己手做的自己就有通路了 那我们农会干采梅的部分是最大多数的 那干采梅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农粮术 还有县政府帮我们梅合了密建厂 然后把我们的梅子交给我们的密建厂 那密建厂它也是透过加工之后才来贩售梅子的产品 但是我们每年交了好几百公顿的梅子出去 我们也希望说有自己的梅子产品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相关的梅子加工品 就是用森酿这个品牌来跟大家见面 然后也要介绍给大家 今年不再为他人坐驾的副理箱农会 以森酿品牌来行销推广 严选在地有机青梅原料 加工之作的森酿青梅系列品项 充满浓郁的梅香酸甜口感 率先在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来上架贩售 不论是礼盒包装还是单品项的展售 皆立刻掳获消费大众的心 销售成绩开红盘 记者石宇兰副理箱采访报道